三国演义第八回 王司徒乔使连环记 动态是大闹凤一停 书界上回 孙策打算用皇祖换回父亲孙坚的尸体 虽然有人向刘表建议 主张不管皇祖了 直接进兵 但是刘表这个人还是很重情义的 最终还是用孙坚的尸首将皇祖给换了回来 现在孙坚的故事搞一段落 咱继续来说董卓董太师 师弟 人家现在是皇帝的老师 太师 这简直跟骑在皇帝脖子上没什么两样 司徒王允看在眼里内心焦急 到底该怎样除掉这个魂球呢 正思索着 耳边却传来隐隐的叹气声 王允走近一看 原来是自己家的歌舞技 貂蝉 王允进一步询问之下 发现这个女子不简单 她不仅容貌绝美 更明了善恶是非 王允瞬间想到 美人离间技 这个可以有啊 第二天 王允先是请来吕布喝酒 又让貂蝉出来劝酒 几下眉目传情 吕布的魂就被貂蝉给勾走了 王允就趁机将貂蝉送给吕布为妾 转过白天 王允又跑来请董卓喝酒 酒宴上又是那一套 董卓是个色鬼呀 怎会放过貂蝉呢 当晚就让王允把貂蝉送到了太师府 吕布听到这个消息 气的是火冒三丈 就要找王允算账 但是王允连连摆手 人家董太师是接貂蝉去跟您成亲的 我还能拦着不成 然而吕布空等一夜 等来的却是董卓 纳了貂蝉做小妾 吕布听老师又急又怒 就跑到董卓卧室外面偷看 貂蝉机敏看到了吕布的身影 就故意装作特别委屈可怜的模样 然而貂蝉在单独面对董卓的时候 却又表现到趋意逢迎 悉心伺候 所以啊 当董卓看到吕布和貂蝉眉目传情 自然就觉得是吕布在勾引貂蝉 于是每人一贫一笑之间 吕布董卓就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 这一日 趁着董卓入宫商谈国事 吕布就溜了出来 来到后花园凤怡亭 见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 貂蝉一边流泪 一边控诉董卓的暴行 一边还对吕布表着忠心 那吕布看着也是心痛啊 只好回身抱着貂蝉 讨厌安慰 其实貂蝉这么做 是为了让董卓看到 吕布和自己在约会 果然 在吕布回身抱住貂蝉的时候 董卓回来了 他看到吕布竟然色胆包天 抱着自己的爱切 怒得大喝一声 吕布一剑 惊得急忙就走 董卓上前抢了方天化吉 紧接着去追吕布 吕布跑得快 董卓一甩手 方天化吉就向着吕布刺去 吕布一个闪身 马上躲开 眼看着就这么走远了 貂蝉的美人连环离剑记 大家都耳熟能详 然而细读这一回的文字 我却有个疑问 为啥貂蝉和吕布 眉目传情的时候 董卓只是呵斥吕布 却不去找貂蝉的麻烦呢 俗话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 也正是因为有貂蝉的引诱 吕布才会屡次冒犯呀 其实啊 这就是因为董卓 已经走入了思维的误区 他以为相信貂蝉 已经失去了理智思考的能力 看来啊 面对诱惑 咱们还是要保持一颗警惕的心啊 现在董卓吕布 面临全面的决裂 两人的关系 究竟会变成怎样呢 咱们下回分解 咱们下回分解